我前面在自己房间 隐约的听到我父母 在厅里面发生争执 那我立马就出来了 我问他们 我说你们在说什么了 后来我老妈就跟我说 她和我老爸在讨论 墙上面要挂个钟嘛 这个钟具体位置是挂在哪里 因为昨天我们一搬过来 所有那些大件东西 占空间的东西 被子衣服都已经放好了 放在厨里面了 厨房还有卫生间那些锅碗瓢盆 油烟酱醋 一到这里我老妈也已经弄好了 那今天他们在家里没什么事 一早就是弄一些小件的 零零碎碎的东西 知道吧 不过正好我顺便说一句 我们班家 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的日常 生活用品 家具 家用电器 一样都没有的 因为那些东西好多年前 自己房子卖掉的时候 我早就在网上转卖掉了 换现金嘛 因为那个时候缺钱呀 当然了 现在一样的 也缺钱的 给你们拍一下吧 他们说要挂钟 挂在什么位置 这个就是我们租的房子的会客厅 给你们看一下 虽然没有电视 也没有电视柜 就这么一个破柜子 但是有一个三人沙发 我老爸意思说 钟就挂在这个沙发的正上面 或者说呢 就是挂在这个小柜子的正上方 但是我老妈的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在餐厅吃饭的时候 就看不见时间了 我老妈的意思说 钟挂在这个位置 或者说呢 挂在这个位置 挂在这个位置的话 我老妈说如果在厨房烧东西的话 出来的话也可以看到时间 因为这里是磨砂玻璃 是看不到会客厅的 后来我一转头 我就立马就看到了这个地方 我说这个地方不是蛮好吗 挂在这个地方的话 客厅还有餐厅那里吃饭 都可以看到时间 我说完把钟挂在这个地方 我老爸老妈虽然没有说什么话 但是我从他们的眼神里面 可以看得出 他们是很佩服我的 觉得我脑子是可以的 那等我叫我老爸 就在这里挂个钟上去 现在我老爸站在个椅子上 往墙里面敲个钢钉 像这种活在家里面 都是我老爸干的 我是不会去做的 老爸我跟你说 你说话帮我注意点 我再拍个视频 拍视频 拍视频 这说什么说的 老妈你这个想太多了 实在不行的话 以后退租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钉子 从墙里面拔出来好了 把车来 我让你弄的嘛 哎呦 房东以后过来宴房 还带个放大镜啊 放大镜我墙上照啊 看洞啊 可能不呢 钉子敲好了 现在我老爸把钟挂上去 哎你挂挂好啊 那个钟不要掉下来 我都弄了 弄弄正啊 可以了 可以了 老妈你这干嘛了 又在看手机啊 对呀 我说你现在天天休息 躺在床上看手机 坐在椅子上也看手机 没问题啊 我可以是这样不可以啊 要弄鬼啊 啊 不说你不说你 我前面看了一下 怎么你们房间里面 这个角落就放这两个纸箱子啊 这纸箱子放在你们房间啊 能听一下 放个盖子的箱子呢 可以了 把这正好一只 两只箱子一放 不是美好吗 啊 也还可以 这纸箱子上面 你用 那个布盖的什么东西呢 我 武器啊 称之第一 只在里面 那个厨里面不能放呢 你放大厨里面好了 放不下 那这个狗垫子 狗垫子就放在这个角落里面啊 对呀 没地方放就不粘口了的 粘口不粘口了的 那你放在狗垫子 你放在这里的话 你们你下床走路的话方便了 影响你走路了 我影响 没方便了 可以走的 你小枕头呢 它不是个小枕头的吗 小枕头啊 小枕头 可不可以弄上去 小枕头 可它靠在墙上面 那靠在墙子里 搅拦 可以